副主席李源潮25号在北京会见20国集团青年会议代表 李源潮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20国集团青年会议 高度评价各国青年为全球治理出谋划策的愿望 希望大家积极创新创业 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坚持和平发展 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和全球治理体系发挥正能量 促进文化交流互建 当好各国人民友谊传承者 与会青年代表表示 将通过交流合作和创新行动 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